外面又下雨了 你看 风也大 现在气温很低 只有21度 6月份有21度的天气你说 爽不爽 太爽了 因为这个环境太好了 所以我烧水 洗澡 我每天晚上都要擦澡的 要不不舒服 洗完澡 水太少了 要水多一点就好了 好 今天晚上又睡个安宁觉再见 今天现在都没有出发 已经6点多了 为什么呢 应该全是大雾 没办法走 还是等这个大雾消失了以后 有雾开车的话非常危险 反正也不急着赶路 慢慢玩的 我要四天之后赶到丹东 在那里收货 因为我去找了也没用 我买了9样东西 就是说出行以来 好不容易网购一次 一次就网购 网购个够 要不就以后很难再网购了 等这大雾消失了再走吧 早就准备上门 你看 中文字幕 李宗盛 李宗盛 这个大雾还是没有上去 走了 坐在那坐久了 也没有意思 你看这大海边 多壮观 好多鸟啊 太阳刚出来 泥蒙蒙的 海和天根本你就分不清楚 看见这些地方 心情都完全不一样 完全开朗了 现在才刚刚七点钟 你们看这个大海 从新城市过来的 你看看 真漂亮 真美 这大海多壮观 好想下去赶海 可能真的还有东西能抓得到 但这里为什么没有人赶海呢 有可能是太早了 人家还没起床 哎呦 好壮观啊 看见没有 还有远处的高架桥 你看这个海和天 已经完全融成了一体 看见没有 波光淋淋的大海 天 和地连成一片了 好多鸟 你看见没有 那是什么鸟也不知道 反正不是海鸥 是海鸟嘛 真的想下去玩呢 哎呀 阳光啊 有点火辣辣的了 好吧 走吧 不留恋了 看 这就是大海 看 美吧 非常美 你们分得出来哪是天哪是海吗 我分不出来 真的美呀 看看 海和天 这底下是海 我就知道 然后上面就是天 看到没有 蓝蓝的天啊 才这么早 这里有个广场 你看 我把车停在这里 下来看一看 带你们一起来看一看 大海 这里有没有鱼呢 看看有没有鱼 这大海能不能钓鱼啊 不过这也钓不到 过来看一下 哎呀 这怎么都移动的了 看看 这应该没有鱼 看看大海 哪是天 哪是海 我可一点都分不出来 多美啊 你们亲自来看一看就 有深刻的体会了 这个海边还有一片绿树 这岸边为什么要建这样的东西 你看 这应该是防波堤吧 防止海水冲上来 把这个堤坝冲垮 应该是这个 它这个原理就应该这样 你看有这么多 可能一路沿线都是 好了 继续赶路 这岛航在玩我吧 我刚才过了大桥 结果他又提示我掉头 掉头回来以后 他又提示我掉头 又往回头 到底怎么回事呢 岛航出了问题啊 还是在故意玩我 大海啊大海 多壮观 你们看一看 好想去划船啊 就是一个人 这个是什么 看看这个雕塑是 好像是鱼 我看见海边有个景区 可以说是沿海都是景区 我把车停在 进去玩一下 看 靠海的景区就是漂亮 告诉你 这是地方 哪里都有地方玩 哇 这有凳子 我坐一下吧 看一下大海 欣赏一下 这么早就有人了 哇 那高楼漂亮啊 这是面朝大海 春暖花开啊 找个没人的地方 我一个人在这坐一坐 看到大海边 之前还没看见人在钓鱼 他们钓鱼应该去深海地方 真漂亮 看到没有 这个就是所谓的海景房 漂亮吧 等什么时候发财了 我也来这里买一栋 不是一套 是一栋 先休息一下再走 没有吃东西 但是不着急 还早 才七点多久 还是要好好看看大海吧 这个机会不多 我这辈子以后还能不能来是个问题 珍惜当前的一切 最后再让你们看一下 多漂亮的海景房 这海景房真的漂亮 住在上面 面条大海 大海 大海 看见大海 这心胸开阔了 沿海的景区 但是太多了 你看看 到处都是 露营地在那个地方 我现在只走了几十公里 如果是走了很远的话 我就在这里露营 但现在还太早 看看 我连早餐都还没有吃 又来看一下大海 跨海大桥 估计如果是节假日的话 天气好的话 很多人在这儿 你看这地方露营真的很好 你看有亭子 还有这些布 但我估计这个地方 应该是收费的吧 摆这么多桌子 在这不可能不收费 还是刚才那个海景房 好漂亮 好多人在这干嘛 也不知道 他们在施工 还是干嘛 挺好的 我走一段 看见有好看的 又停下来 给大家拍 这个就是马路 我把车停在马路边上 我现在行驶的路线是在渤海湾 我说怪不得这么多景区呢 都是沿海走 很多很多景区不同的风格 渤海湾啊 我怎么弄到这儿来了 越走越远啊 越走越远啊 不过也没关系 反正我都是玩 我看这路边有东西卖 我看是什么东西 海鲜吧 我估计 看一下 看一看 真的是海鲜 海螺 生蚝 这个生蚝怎么卖了 这个 这个是生蚝吧 怎么卖了 6块钱 一斤了 6块钱一斤了 怎么吃呢 就煮这钱了 对不对 怎么煮我也不知道怎么煮发了 就用水 哎呀 这都没吃过了 好 给我买点看 好吧 我现在沿着渤海湾走 沿着海边走 海风吹起来非常凉 它从右边窗户进来 左边窗户出去 好晚 好爽啊 慢慢开 不想开快了 绕着渤海湾走一圈 确实挺有意思的 现在我沿着渤海湾慢慢的走 海风从右边的窗户吹进来 左边的窗户吹出去 非常的凉快 这里的温度慢慢升高了 但是这里的温度 这里的热 跟内地的热是完全不一样的 它虽然是温度高 你感觉到热 但是海风一吹过来 立马凉爽起来 非常好 人的一生中 像我这个年纪了 能够沿着渤海湾走的话 以后也不知道有没有机会了 那现在走起非常非常的爽快 非常非常的凉爽 慢慢走 你们看 好奇怪 这座桥是上坡的 在桥中间拱起来 爬上去看看是什么问题 你们看 这座桥是拱起来的 到底怎么回事呢 比海平量还要高很多 它为什么要拱起来呢 你看这座桥拱得好高 我是突然想起来 这可能是为了过船 大船可以过 所以把它拱起来 我明白了 没有其他的 因为这又不是坡 这又没有山 它就是为了过大船 你看 在渤海湾这些地方 这个是228不到 你想找个遮阴的地方路线 真的是很难很难 可以说是不可能 一路走 什么时候能找到露营地呢 我现在头就头 刚才这马路边呢 有废弃房 但是废弃房的话 我把车放在外面 那不摄死啊 我一般都是待在这个车里面 我又不搭帐篷 又不进房子里面去 所以那个也不实用 我所有的东西都在车上 我怎么搬进去呢 还是往前走 急去走 你看 渤海湾边上的大风车 风力发电 你看哎哟 一大片都是很多很多 听说这个 一个这样的发电装置的话 要几百上千万 再花好多钱 前面还有很多 你们看 好多好多啊 说明这个地方风很大 那里发现有个废弃房 我看一下 看看能不能进去 这也不行吧 看能进去就好了 这里好容易找到一个废弃的地方 不知道能不能进来 那个主人说不行 人家不是废弃的 是真的在装修 走吧 现在肚子有点饿了 你看我把这个蚝把它放这里 12块钱 然后他说煮熟三分钟就可以吃了 现在继续走 这里人家不让进 算了 在渤海湾一带 公路是很直很平 但是你想找个地方遮阴的露营 几乎是不可能 现在找到一个单位 我开不进人家的单位了 不知道行不行 实在是没地方躲 外面就是马路 大概300米 实在是没地方躲 没地方躲 怎么办呢 我从这开进来 以后出门旅游的 记住啊 在海边这一带 渤海湾这一带 根本你就找不到露营的地方的 太阳又那么大 如果下雨就没关系 可是它出大太阳啊 一定要做好攻略 出来旅行 不然就很尴尬的 像我一样 看 我的生蚝熟了 饭也熟了 现在吃生蚝 朋友们 路边的海鲜炭不要去买 你看 有两个是坏的 这都不知道是什么东西 你看 是泥巴还是什么 12块钱 虽然是不贵 你看 几块肉 就这么几块肉 哎呀 以后真的 要到海鲜市场去买 简单单 倒点生抽瓦 饭 好 我自己感觉都有点可笑 好 现在吃饭 看看味道怎么样 快看看 大块的 这个 它好不好吃的 嗯 味道是行啊 哎呦 好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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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压 非常非常香 多爱吃 真的嫩 嗯 这好香 真的是好香 好香 真的很好吃 很甜 不知道怎么回事 啊 海鲜吃的少 挺好吃的 挺好吃的 啊 嗯 终于12块钱,长了一块,海鲜 死了两个 这两个吃不久 可能在路边摊都有这个东西 还有个田螺,海螺 这个怎么吃不知道 这海鲜应该吃不了吧 这汤能不能喝呢 我估计也能喝 我是加的烂水进去煮的 嗯 要尝尝喝一口汤啊 汤也好喝 赶紧吃吧 没了,剩最后两个了 两个分成四口 嗯 我说了个海鲜这种鲜 为什么这么多好吃 因为它的味道特别特别好吃 鲜 鲜 靠海的地方真的有口汤 嗯 挺好吃 我也没有放盐 但是它有点味道 挺好吃 能啊 不正常啊 嗯 但是这个味道不太多 放饭去 你看我这个电饭煲 挺有用的吧 一路走来不用吃火 什么都不用搞 吃饭了 好 把生在这边吃了 没了 啊 吃个盒饭 十八块钱也吃不了啊 何况没有这个味道呢 挺好的 嗯 嗯 我发现我这里啊 别不合胜 它是两斤 我看根本就没有 所以路边摊的话 没有诚信 大多数都是没有诚信 因为他知道我们只是路过 本地人不会在那买 所以坑一个是一个 我把那个 嗯 这好的那个壳要卷起来 出去的时候 把他丢垃圾弄去 把这身份垃圾弄去 把这身份垃圾弄去 嗯 嗯 哈哈哈哈 盐汤 一起吃饱了 吃饱喝足了 好 开始剪视频 再见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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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